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皮醉和丝状油的区别 汪伟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皮醉和丝状油的区别呢 丝状油是寻常油的一种 主要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所引起的 主要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染 它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的 而丝状油是一个良性的皮肤肿瘤 它是没有传染性 它们的症状的区别是 丝状油是一个油状增生 是比较直体的 皮醉呢是软的一个带地的一个纤维瘤 摸上去是比较柔软的 这就是它们主要的一个区别 这两种疾病呢相对来说 丝状油会比较严重一些 因为它是一个病毒感染所引起的 而且它有一定的传染性 如果治疗不及时 它有可能会逐渐增多 躯干四肢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病毒感染 但是皮醉呢就比相对固定 主要是耗发于颈部啊 叶窝这些部位 而且不容易全身扩散 专家提示 皮醉和丝状油的区别具体如下 1.性质 丝状油属于寻常油 有一定的传染性 皮醉为良性皮肤肿瘤 无传染性 2.质地 丝状油为实体油状增生 皮醉为带地纤维瘤 处置柔软 3.严重程度 丝状油较为严重 不及时治疗可逐渐扩散 而皮醉位置相对固定 无益扩散 3.童之 3.犯底 3.00 3.0 4.0 4.0 5.0 5.0 5.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